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又要到周末了 大家看到我这个环境就能知道了 熟悉的老朋友估计也都猜得到 我从义乌出差回到了上海 今天是在老地方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什么事情 郭台铭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关于郭台铭 关于富士康 我们做了大概两期还是三期节目 为什么要做谈郭台铭谈富士康比较多 原因也很简单 也包括像福耀玻璃 去美国投资设厂 然后拍了一个叫美国工人 还是美国工厂 奥巴马也投资 是因为这几年 关于中国的供应链 然后中国的撤资 然后在中国的投资的这些工厂 他们是不是要搬到海外去 有非常多的讨论 又加上最近的疫情的影响 这样的讨论就非常多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专家 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 中国的供应链都放在中国不安全 那么疫情来了呢 就那么中国一旦有疫情呢 那么就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就都没有啊 另外一种声音呢 这个就认为呢 中国的比较稳定市场也大 所以呢 应该加码投资中国啊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再谈一谈郭台铭 再谈一谈富士康 因为郭台铭 因为富士康呢 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企业 对吧 他是在这个 特别是他是做这个高科技的啊 这个工厂啊 就比如说这个鸿海他做的 这个手机啊 iPhone手机的生产 那显然这个要求呢 是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在中国呢 那富士康和郭台铭呢 也有大量的投资 那我们看到郭台铭这几年的动作很大 他到这个美国投资 到印度投资 到各个地方呢 去投资设厂 那希望呢 能够分散他的供应链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郭台铭的投资是七虎难下啊 七虎难下 最新的一个新闻呢 是这样啊 就是那富士康呢 他又这个投资设厂 又重新在中国进行了加大投资 那么他在青岛建立了高端的半导体分测工厂 预计呢 这个那今年的开建 那么2021年呢 就投产使用 嗯 与这个新闻相伴呢 是另外一个新闻 也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大厂 同时他也代工了这个很多的手智能手机的生产订单 他还是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大厂 就是比亚迪 那比亚迪最近呢 他投巨资巨资呢 要成立了比亚迪半导体啊 我不知道这中间呢 是不是有关联性 我想那比亚迪在众多的产业板块和富士康呢 实际上是有重叠的啊 那富士康真正的老板 当然就是郭台铭 对吧 不管他有没有退休 呃有没有这个呃 交班给他的这个下一个接班人 但是他的真正的老板就是郭台铭 呃 富士康呢 他将要在这个青岛建设高端半导体分测工厂呢 那这样一个消息呢 就很快引起了讨论 因为在现在的这样一种局势之下 尤其呢 是在这个消息是4月17号出来的 那今天呢 是4月24日 那也就是上周的时间 呃 在现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呢 首先这个富士康是台起 然后呢 富士康又在美国有投资 在这个印度有投资 那富士康呢 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呢 那美国和日本呢 说要从中国呢 撤出企业啊 而且呢 给相应的这个补助 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 那郭台铭 富士康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 对吧 那这最先曝露这个消息的呢 是外国的媒体 那富士康在青岛建立的是一个高端的半导体分测工厂 这个工厂呢 计划在今年开战开开建 21年投产25年呢 这个他的那个年产呢 达到一定的水平 那我目前呢 没有看到他的计划 年产是达到多少的数字啊 富士康表示 这座新工厂 将由富士康和融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但是呢 投资的金额上没有披露啊 做半导体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烧钱的 那显然呢 他不会是这个小金额的这个投资啊 比亚迪也是一样 呃 富士康目前在海外的投资呢 是骑虎难下啊 应该是处境实际上是不好的 呃 目前他再次回归中国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 会不会过分的隐身 但不管怎样 也许他的规模是不大的 也许是什么呃 只是富士康的板块的布局之一 但不管怎样呢 富士康郭台铭 或者很多很多的大的制造业 从来都没有说要撤出中国啊 这又是一个新的例证 对吧 那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呃 三星电子啊 我最早工作的公司呢 就是三星电子 那毕业之后呢 在三星做手机操作系统 胎人的研发啊 我还在这个去过这个三星总部 水源三星在水源市 离首尔呢 不远啊 我们呢就在那里这个出差啊 大概呃 一两个月时间吧 然后呢跟韩国的同事呢 一起在做这个开发啊 那呃三星呢 目前在西安呢 大量的投资半导体 那我们看到郭台铭 看到了这个三星看到了比亚迪 都在大量的这个资金的投资半导体 那么三星最近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大陆和韩国之间的航班往来呢 很不方便 而且可能需要隔离等等 但是呢 那这个韩国总部三星总部呢 最近派了几百名的这个工程师啊 要去到西安去指导这个三星半导体的产线的生产工作 那正是因为呃疫情的原因呢 所以呢 这一次呢是通过包机的形式 而且特批啊 让他们过来啊 我看到了相应的报道呢 提到了就是说呢 这个半导体的突围 因为现在竞争激烈 对吧 半导体的突围呢 是在中国啊 因为中国市场太庞大 而且中国的半导体的使用者 大部分都是智能手机啊 5G设备啊 这个电信公司啊 还有一些是这个啊 物联网企业 那基本上大量的在中国 还有这个啊 汽车里面的所谓的无人驾驶 ai 汽车啊 那现在呢 这个郭台铭骑虎难下的时候呢 他现在回到中国呢 那我们看一看他在这个啊 就是说 美国的企业啊 就是说通用和特斯拉都 他不能说离开美国 最起码呢 他在中国呢加大投资 那特斯拉呢 在普通的超级工厂 现在呢 也在量产 而且他的销销售情况呢 也都很好 那么他们像通用和特斯拉 这样的企业呢 大企业都把很重要的生产基地呢 都放到中国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那么郭台铭 他不顾库克的反对 库克是Tim Cook 就是苹果的老板 对吧 那库克呢 是反对郭台铭去美国的 但是呢郭台铭不管啊 他不顾库克的反对呢 他坚持要响应特朗普的号召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的这个郭台铭呢 和特朗普一起呢 去为郭台铭就是富士康 在美国的工厂呢 去电机对吧 这个就就秀一下嘛 对吧 表示我们来了对吧 那么郭台铭呢 去美国的呃 威斯康星州呢 进行了建厂 但是呢 现在一转眼过去了三年时光 三年过去了 不仅没有完成工厂的竣工 遥遥无期了 那也没有呢 达到当初协议规定的招聘的人数 那以至于呢 目前富士康呢 他要申请美国政府当时承诺的这个补贴 然后呢 被拒绝啊 那所以呢 钱也没拿到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认为呢 就是浪尾楼了 基本上烂在那里了 那可以预料到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的十年 四十亿亿美元想拿到 这个就是捕捉的四十亿亿美元呢 呃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应该是是 我估计是拿不到了 因为这个工厂都要有效应 对吧 你这个一旦停下来了 一旦拖下来了 那这事呢 肯定就是1157 特别在我们这个伟大正确的民主国家呢 那所有的事情呢 这个民主决策呢 然后呢 这个肯定又是一个1257的事情 那现在呢 双方之间呢 就是富士康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僵持不下 那么被特朗普呢 压着走的这种感觉呢 确实让富士康也让郭台铭呢 有一点狼狈啊 这个是目前在富士康在美国的这个情况 应该说 可以简单的说 这个这个失败了啊 那么富士康在印度的情况呢 我在之前的有一期节目里面呢 也提到了他目前在印度的工厂的实际运转的情况 那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呢 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些低端的 低端的产品的这种 这个生产 比如说iPhone7 iPhone8 这些这个低端的苹果产品的生产 那本来计划呢 苹果公司呢 是想把这个iPhone iPhone11 那放到印度的工厂进行生产 但是呢实际的总归呢 就是实际的跑下来呢 好像呢 效果也不理想 那目前富士康在印度呢 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基本上工厂呀 各方面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糟糕 但是我们看中国目前的 富士康的工厂 Tesla的工厂 通用的工厂 苹果的这个销售的门店都都都开业了 都基本上复工复产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问题 包括像星巴克都已经开业了 特别是我想提这个苹果的工厂的 苹果的这个销售门店呢 他目前在全球苹果的这个直营店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呢 其他地区的所有的直营店都关闭了啊 也就意味着呢 苹果的直营店呢 当然他很大一部分的销售 可能是通过线上啊 这个也是实实在在 但是呢 不管怎样他的直营店 在中国能够正常的运营 在其他国家呢 都已经停业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对中国的 目前的企业和经济的恢复呢 是一个是一个又一个例证吧 至少说这这里的恢复情况呢 要稍微的好一些啊 最近的这个富士康宣布在青岛的投资 半导体分测厂 作为中国前是欢迎嘛 对吧 那甭管过往怎么样 企业家他要去寻找不同的机会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他在中国他认为你的人工成本高 我去美国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 对吧 那他没有想到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没有想到 在中国做一些事情感觉很顺利 但到国外呢 在中国各个的这个经济园区啊 都是有产业园区呢 都是有相应的什么呀 就所谓的管委会啊 什么招商局啊 那这些人都是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只要你来投资 那我跟你绝对安排的好好的 是不是 但是在国外呢 他可能会本来可能讲好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抗议一下 有人说哎 你堵了我的路了 我要多点多要点这个补助款呀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呢 会把你搞得很久 这个呢 我不从政治角度去解读 什么好坏 我不说 但是从企业企业的角度来说呢 他要尽快的能够能够上产能尽快的能够挣钱 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尔玻利他的啊 就是奥巴马投资的这个啊 纪录片啊 是这个福建的这个其他企业到美国 那么他实际运转几年下来 他这个啊 美国工厂啊 这个影片里面呢 应该说是讲的非常的具体和形象了啊 嗯 富士康在青岛的这个半导体分手厂的主要是为5G的图像传输器和AI的设备制造呢 制造芯片啊 就是为AI设备啊 制造芯片 在印度 越南 墨西哥和美国的工厂都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那富士康和郭台铭或者说是郭台铭的富士康兜兜转转的还是回到中国大陆啊 来发展 嗯 我觉得呢 这个呢 又是对中国的制造业 嗯 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疫情的时刻又一次用脚投票吧 那我相信啊 我我一直坚信啊 在前面的几期节目里面 其实谈到呃这个什么撤资呀什么退出中国呀有挺多相应的自媒体相应的文章呢都在谈这件事情 我在我一如既往的大家可以看我的翻我之前的记录里面 我几乎一如既往的从头到现在我都坚持的认为 我认为中国只要他改革开放的这个呃步伐和继续扩大改革就是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对内改革的这个步伐 只要不停止按照这个19大报告18大报告 或者一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呃既往的这些政策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外资企业 我甭管是工厂还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那么一定会加码投资中国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呢是甚至是不可逆的 因为呃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或者是有了一些社会工作经验的人的话 你要知道一家企业能够找到一个市场的机会能够挣钱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啊 那但是企业家呢通常情况下呢他们就是呃就是闷声呃做事情就拓展业务对吧开发产品啊提供研发 然后寻找这个市场机会啊他们的专业呢在这个地方因此呢他们不太他们的声音呢不太会希望通过这种呃民粹化的社交媒民粹化的这个社交平台或者是呢一些呃有政治倾向性的媒体呢进行放话 一般呢他们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听到相应的什么声音呢就会比较少只是通过一些呃对报告呀或者一些分析新的文章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呢 呃政治家呢就不一样了或者是叫政客了现在世界上我个人认为政治家呢越来越少了都是玩弄选民啊操弄民粹的这些政客 他们的因为他们每天跟媒体打交道而且呢他是作为政府领导人当然这个number one肯定是呃肯定是特朗普了那这个呢有点对不起台湾朋友啊 因为台湾朋友认为number one都在形容台湾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民粹的最牛的这个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他这个number one真的是特朗普啊台湾还要往后靠一靠对吧 虽然台湾的这个排名显然也很高了整个社会的民粹化程度也很高呃那 啊中国马上就要垮了然后美国现在要弄中国了啊对吧那美国的小老弟们呢对吧像日本这种国家呢他呢这个美国说的话呢他多少呢要去硬核的提升对吧但是实实实实实实上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他左右不了这些企业家的行为啊如除非是中国自己犯错误比如说呢我对这些外资的排斥都让你没办法经营啊然后不平等然后呢法律上面呢呃就是执行的很差然后呢经营环境不好然后等等啊如果我们自己中国自己犯错误那这个没办法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无法挣钱或者没办法做生意肯定就跑了但是呢如果住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还是回到这个基点啊这个基线非常重要基线所有的企业来中国几十年了都是以这个基线作为判断那只要能够坚持住这样的基础那么一视同仁的完善法律完善投资法规各方面的话我真的是认为啊我来到中国的投资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多啊这一点的话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OK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郭台铭富士康那新设的青岛的工厂呢这件事情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啊这个解读和 分析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拓展就是拓展的延展的太太太长啊想太多啊不管怎样呢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者是想讨论的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